李云迪果然不负众望 他从第一轮比赛开始就受到了当地媒体和评论界的关注 人们惊叹于他的肖邦细腻的感悟力 他的音乐像从天上飘下来的一样 他的认识在当地媒体和评论的原因 所以他特别关心的英语的演员 就是把音乐里边就传达情感的最有成分 他那个歌词 动用自己的体验 自己受到感染 而且那个歌词把它传达出来 音乐的视频 他对音乐的感悟非常敏感 而且他弹琴的时候 他非常投入 就是能够把音乐里边的一些情绪和音乐的不同情绪 它都能够表现出来 感觉就是他演奏一开始以后 他自己他的情感套路在音乐里边 他这个紧张就会融化掉了 就会发现了 你专注音乐是一种本质 就是说你演对演奏者来讲 对于关注 假如你弹琴你首先不专注 你就不能进入音乐 你就不能更 就像你不能安静地去 或者说你更带有思考地 或者就是说深入去演奏它 你不能这样子的话 你演奏出来的东西是不能让听众感动的 你当欣人的音乐是一样的 那么いく 你一样怎么办 我走快了 我走快到来 你走快了 我走快了 你走快了 我走快了 你走快了